永远家不回 把刀给他 你这个假太子 你冤 来呀 你们这些狗独裁 你们不得好死 万一楼 你们不得好死 你不敢下手了吧 来呀 用手你就来 砍死我 你真是朽磨不肯刁影 最后还是老夫亲自动手 你这么心慈愁软 怎么治国拼天下 公公 我真的下不了手 此次下江南 我发现到处哀哄遍言 民不了圣 百姓都在暗中支持朕南王 这才是朕南王 为什么要进京面圣的原因 他们认为皇上昏庸无能 东厂把持正朝 朝纲败坏 甚至 甚至残害忠良 这还没当上皇上呢 就已经开始忧国忧民了 此次经过朕南王一役 我深刻地发现 自己还没有能力治国平天下 我担心会让父皇释放 一怕公公为我这块朽木更加的费心 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虽然此次我们平乱有功 但我还希望能够等宇花庭回来 我相信姐姐一定不会辜负我的希望 替我拿回西夏宝葬 到时候就可以拟补国库空虚 待我登机之日 就会开仓阵梁 晚会民心了呀 很好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谢公公 苏慧柔 你今天给本宫做了什么点心呀 你怎么不说话呀 嗯 余花庭 你也好久没来看过了 你们又要去哪儿了 跟我玩捉迷藏啊 余花庭 苏慧柔 是不是困了呀 茗玉 苏慧柔已经死了 你也为她上炷香吧 苏慧柔 苏慧柔是谁啊 我又不认识她 不要给她上香 你真的忘了吗 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 那时候 我们是多么的无忧无虑啊 苏慧柔 慧柔 我最喜欢吃你给我做的兔子点心 我最喜欢喝你给我做的碧梗粥啊 就是你 你去给我做 你去吧 雲花天 公公找你什么事啊 我要离开了 你要去哪儿啊 那我们以后还能见面吗 不管你要去哪儿 你都不许忘录我 你自己在外面 要多加消息 你自己在外面要多加消息 我都没找到 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地 葬身在大漠 你对我的好 我永远都会记着 如果真的有轮回 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男人 好好地还你这一生对我的情侦 我希望你 肃慧柔喜欢羽花天 宝明玉也喜欢羽花天 我们都喜欢你 慧柔 是我辜负了你 明明知道我是女儿身 你还冒着生命危险 为我做了那么多事 你是为了救我才死的 你对我的恩情 我受之永愧 这一切 都是马天佑跟胡忠玉间接造成的 如果不是马天佑的贪恋 要我去找宝藏 你也不会死 而胡忠玉尽死不救 验着针看着我们俩去送死 慧柔 看 苏慧柔好看吧 你花天多帅呀 好 那你们两个就澄清吧 一百天地 一百天地 茗玉 你真的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吗 为什么女人都这么可怜 我恨胡忠玉 我恨父皇 我恨万语楼 方公都来了 不要杀我 茗玉 茗玉 你放心 我会保护你的 我一定要抽掉万语楼 董主 我们西厂之前一直被万语楼打压 很多人都向他归舍了 这份宗卷上的名单 代表什么意思 禀都主 西厂的部分人马被万语楼收买 只有朱沙笔圈过的名字 才是忠心可心的旧部 这些窝里反建立妄议之徒 绝不能留 将来一个个都把他们给我揪出来 求后算账 独主英明 我们是尤家独主当年的亲信 万语楼想把我们赶尽杀绝 所以我们才秘密赶来接你 希望你能带领我们对抗铲除万语楼 为尤家独主报仇 你们放心 既然你们忠心于我 我就不会亏待你们 总有一日 我一定要除掉万语楼 禀都主 现在将能战事已定 万语楼假传圣旨 杀了震南王和几位忠臣 估计也就一两天的光景 就能回到京城 你们平定了震南王 那我跟皇上是不是马上可以回宫了 急什么呀 现在刚刚平复 京城还是一片混乱 对了 是太子杀了震南王吗 谁说他是太子了 他还没见到皇上呢 要是没我在背后撑腰 他当不了这个皇上 怎么 他不听你的话 这个小子在我的帮助之下 打了一场胜仗 就开始在我面前指高强下来 还在我面前讲了一通治国的大道理 简直不知天高地后 可是 现在不是只有他才能继承皇位吗 谁说的 这大明啊 真男王已死 但是他的两个幼子还在我的手中 我照样可以拥戴这两个幼子登基 这大明啊 照样是朱家的天下 这两个孩子啊还不到十岁 你说说看 哪个比较好控制啊 嗯 那你就不怕 他们姐弟俩合起来对付你 这次老公回宫第一件事 就是要把西厂端掉 虽然让尤家的旧部逃走了 我相信羽化田已经跟他们会合 但是羽化田如果敢回宫 老夫就让他插翅难逃 你往那边去 是 你往那边 是 你跟我来 是 谁 是 羽化田 又 dile成八 km 李IV 姐姐 你终于回来了 嗯 让一让 wor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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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обственно god 大åh loads 又何那么准 打想 kysanme 我发现马天佑偷偷出宫了 他们去哪儿了 承西杏花龙 你帮我照顾忠于 我去趟杏花龙 你要当心 今非昔比 马天佑可还会再任你这个师父 你说什么 膝下宝丧竟然只是一门巨炮 你到底有没有查清楚 整个皇宫都被风暴吹出来了 肯定崴了很多金银珠宝 你怎么可以什么都没拿就回来了呢 如果有人 把金山银山回来给你 你是不是 连姐姐的生死都不在意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好不容易才把镇南王平定了 你现在两手空空回来 你让我拿什么向父皇邀功啊 你知不知道 万语楼把我们西场的人 全部都控制起来了 我刚从江南回来 宫里的什么事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需要知道 你就等着做皇帝了是不是 醒醒吧 别再做白日梦了 万语楼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劝你赶紧离开他 别再帮他为户作伤了 你只不过是他手里的一颗棋子而已 现在天下百姓都知道皇舍有个太子 我是借在线上不得不发 那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不过后 我可以没想让他随便 我们脑袋 都没有没有 你无论 你不要去 我已经就能了 的 你 不不不需要 我会把你转身 你给你转身 让他走 是 我们副指挥使说 今天什么人都不想见 请回吧 多谢 回吧 来 吃饱了 吃饱了 怎么样 他不肯见我 果然吧 瞧你教的这两个小徒弟 一个就为情所困 成天像个行尸走肉一样 喝得烂醉 还有一个干脆连师父都不认了 把这个给我包上 先把他扶回去吧 让他自生自灭 你家伙连师父都不认 我有办法 把他的身份查得清清楚楚 看谁狠 跟我来 来 便宜了 便宜了啊 给我拿一份啊 来 拿着 拿表人要啊 来来 给我口罐 先拿这个 来 拿着 再拿一份 再拿一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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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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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再拿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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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再拿一份 大爷 来呀 公子 来了 你别害羞 来了 来呀 是吗 是吗 是 是 想跑了 是吗 是吗 公子 好久不见 想我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来 我扶你进去 慢点 小心 小心 来 慢点慢点 坐这儿 来 公子 你先休息一下 我给你倒杯水 公子 来喝杯茶 洗洗酒 我真的没想到 我是不是在做梦 我竟然在这儿看到你 对不起 真的是我的错 如果可以回去的话 我一定不会抛下你 我宁可自己去死 我也不要一个人这么活着 你 你喝多了吧 我倒希望好好地醉一场 因为只有在梦里 我才能这么好好看着你 你才会陪在我身边 我们才能好好地在一起 在鸡院里找爱情 你是疯了吧 我没有疯 我问了你疯又何妨 你知不知道 所有的疫情我都愿意给你 我什么都愿意给你 这个是你说的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竟然这辈子还能见到你 我真的好想你 身上一文钱都没有 凭这个 来这儿风流快活 没事儿吧你 别走 去 公子您来了 我问你 刚刚有一位身穿白衣服的公子去了哪里 白色衣服 在楼上 牡丹房 谢谢公子 我问你 我问你 你也来了 小孩 来来来 今儿 老人 老人 你别笑一个 来 美人 来来 我去你 为我这杯 为我这杯 为我 你来 小孩 我死里逃生 本以为你会对我有愧疚之情 可没想到 你却视我为陌路 还在纪元寻花分流 根本无视我的存在 胡忠语 你真是禽兽不如 不得走 我要你陪着我 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 一起属心形 看月亮 简简单单地过天眼生活 再也没有师父 没有少爷 只有你和我 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 我 亏你还记得 这定情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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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在哪儿啊 来 为什么雨花天的脾气会在这里 难道昨天晚上 好 真的是她带我来这里的 难道雨花天真的没有死 雨花天 你要去哪儿 你别管我 我要去找雨花天 你还没给钱呢 雨花天 雨花天 你还没给钱啊 雨花天 小子 我想干什么 我是胡忠于 我是胡忠于啊 雨花天 雨花天 停 停 好 快 我是什么长大 这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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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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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啊 一花田 我知道你还活着 你快出来 一花田 一花田 神经病啊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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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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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 她会尽快赶回京城平乱 要皇后先把皇上 藏在老地方 万语楼 你真有本领 竟然可以让皇后 对你死心塌地地 做任何事情 既然如此 我倒要看看 你们究竟 是不是可以同生死 共患难 你们把皇上 到底藏在什么老地方 黎花亭 胡忠祇 你别过来 这里全是炮弹 师父 倚花田呢 倚花田呢 西夏皇宫发生了爆炸 皇宫 被埋在皇沙下面了 胡忠祇 胡忠祇 别挖了 这样做没用的 倚花田和苏伟仁都死了 灰飞夜灭了的 倚花田 倚花田 你只能不在了吗 难道这一切都是天意 你果然又在这里 终于一宿没回来 他去哪呢 他还能去哪 他现在受了这种打击 自然是到处晃 哪找得着 这就叫儿女秦昌 英雄气端 他如果这么消沉下去 还能做什么 你管他现在能做什么 咱们现在没有时间了 那帮冬天已经被砍了头了 你知不知道那个马天佑 就是监长官 我们赶紧去找他 要不然这辈子 别想抓到他了 快走 走啊 太子殿下辛苦了 让卑职送您出去 非常好 此次你办事有功 我一定会在公公面前 美言两句 到时候公公一定重重有赏 多谢太子殿下 保护太子 你们要造反吗 你们 师父你们干什么 不用这种方法 怎么能见到太子殿下你呢 昨天晚上为什么不见我 师父 我不是故意不见你 我真的有幼石在身 而且万语楼在京城 耳目众多 我不想让他知道 我们之间有关系 师父你放了我吗 把手伸出来 手 不至于剁手吧 不至于剁手吧 少废话 听你师父的 把手伸出来 让我 把靴子脱 脱血 快点 是 脱 我们可以走了 师父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你不是太子吗 你不是太子吗 什么 风朝阳跑了 回都主 属下找遍整个湖心别院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一个双脚瘫痪的人 能跑到哪儿去 我看他一定是在周围躲了起来 给我搜 就算挖第三池也要给我挖出来 是 公公 同学 副助 这些人都没有 没有 到处 你 不 你 一定是什么知情的人把他给救走了 那您觉得会是谁 你姐姐 羽化田 羽化田 难道他怀疑我的身份 你说什么 谁敢怀疑你太子的身份 没有 我想了一夜 我觉得你说得对 我们应该尽快掌握大权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我应该尽快登基 所以我来这儿找风朝阳 想要带他去面圣 现在有没有风朝阳已经不重要了 你是不是太子我说了算 不过 如果让我知道 你跟羽化田联手背叛我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了 不客气了 听我不敢 听我怎么会 背叛公公 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你见过羽化田呢 还听说他把西厂的旧布给收编了 想联合起来对付我 我承认 我昨晚是在京城的酒楼觅见过他 但他只是向我交代 没有找到西夏宝藏 我们姐弟俩话不投机 没说两句就不慌而散了 你最好认清形势 何以化田断绝来往 他没有死到大漠里 那是他命大 他还胆敢潜入京城 他这叫自投罗网 你就等着给羽化田收尸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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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冯太医 这是你指定要的酵花机 我已经做好了 来 尝尝我的手艺如何 怎么样 好吃吗 就是这个味道 好久没吃了 那当然 我们干这行的 风餐露宿 最会做这种野食了 怎么样 现在你想吃的都迟到了 可以告诉我秘密了吧 要是不要好久更好 你 你还得寸进尺了你 我问你 太子手上指缝间 是不是有一个黑色马蹄形的胎记 他是独一无二的 也就是说有这种胎记的人 他就是太子 你 你 说呀 这个鸡呀真好吃啊 你 你看你这个贪吃的样子 你说 马天佑身上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胎记 快说呀 对 女儿啊 你伺候我 好吃好喝呀 奇怪啊 吃饱了发困啊 老怪我 我告诉你 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 才把你救回来的 还划了两个时辰的船才到着 供你吃供你住 我告诉你 你要是想安享晚年自由自在 你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 既然你都猜到了 干吗还问呢 你是说有胎记的人就是太子 你真的找到那个人了 这个人你也见过 你是说太子殿下还活在人世 胡忠语 你才是真正的太子 你 herman 淅凉的夜 无眠 孤傲的缘 无邪 冷冷的花 谁的青丝 飘成沸雪 多情的泪 整诗篇 挽留的怀 不愿意 赴回 在夜中不懂你的生命 只能在梦里欠缺 余华天 难道真的是你在天之灵 把这个玉皮修 又送回到我的手上 我相信你 也是希望这点玉皮修 能够永远在一起 所以今天 我会把它们放在这里 让我的心 和你一起埋葬在这里 常醉不愿醒来 你也不愿意 你也不愿意 凄凉的夜 无眠 无傲的缘 我 无闲 浪浪的花 谁的青丝 飘成白雪 多情的泪 多情的泪 成诗篇 满流的爱 不愿 只能把回忆 独饮千悲愿 唱醉不愿醒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